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足利区林赖的南西向脚部屋 是一个含有三个卧室的公寓楼 这个屋子虽然在东京都内 但是价格相当的便宜 原因就是它是一个老房子 建成于昭和62年 也就是1987年 虽然年岁久远 但仍然属于新赖镇的基准 这个屋子含有三个卧室 专有面积为55.44平米 此外还有6.22平米的阳台 位于六楼 眺望的视野不错 售价为238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117万 每月的修馆费用是27700日元 折合人民币1370元 该物件步行至林赖站10分钟 步行至北林赖站13分钟 物件楼下就是24小时超市 5分钟的步行范围圈内 有中学和东京舞蹈馆 10分钟的步行范围圈内 是小学和商业街 教育和生活便利 是适合一家人居住的 小步行经济型房源 这栋白色的公寓 就是今天要看的房子了 公寓的一侧是扔垃圾的地方 每天会有专人分类处理和运走 这就算是住公寓的好处之一 如果是一户建呢 就需要自行打理了 一楼大厅还是有一些年代感的 最里面是停自行车的地方 乘坐电梯来到六楼 这个屋子又是日本公寓 典型的长走廊结构 通过走廊将各个房间有序分开 玄关右手边是鞋柜 往里走的右手边 第一个房间是卧室 带一个不规则的柜子 盥洗室不太大 一侧放洗衣机 一侧放洗手台就没什么了 里面是浴室 卫生间再往过道更里的房间 这几个功能性房间都比较小 也没有采光 但客厅和相连的卧室采光非常不错 因为面积有限 客厅的一面安置着开放式的厨房 两侧卧室也都可以直接去到阳台 先来看靠近厨房的卧室 一面墙分为两个柜子来储物 另一面可以通往阳台 日本房屋中阳台也往往承载着遇到地震 火灾等险情避难移动的重要职责 所以很多阳台往往连接着多个房间 方便进出的同时也提升了屋内的采光 主卧室合适风格的设计 两面采光都可以通往阳台 阳台是直角形状 可以看到更多的方向 六楼已经算比较高了 眺望出去的视野可以打败大部分的一户建 这个房子除了阳台 剩余空间的使用面积只有55平米 但还是可以隔出三个卧室 非常适合一家三口居住 价格也比较便宜 缺点是对应这个面积的修管费有点高 房里有些老 当然房价也就相对便宜 这个就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衡量了 好 那今天东京都临来三十一厅的经济型房源 我们就看完了 大家记得给我点赞收藏哦 每周我们都在这里不见不散